大家好,我是奇異國班的林辰安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三兄弟與愛國王 從天從天,有三個兄弟 他們都長得很像 老大立即在,老二愛王 老三愛人 有一天,國王走在山坡上 有一個鞋頭滾下來 老大經過,把鞋頭倒 到了國王,國王這年,還有一個 王公跟衛兵保護 那當中,還有兩個兄弟在國王 到了晚上,國王回家 他跟王公想了想 這個人,一天那麼大 都跟有一天,挑戰王公把我打死 他就派人把他抓起來,用火勞死 到了隔天,那個兄弟就被丟進了火裡面 到了隔天,那個兄弟就被丟進了火裡面 到了晚上,老二來教老大 老大老大,明天國王要弄火燒死你 我來跟你交換,我來嚇嚇他 我來嚇嚇他 到了隔天,那個兄弟就被丟進了火裡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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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二就開始玩火 嚇到了隔天,國王說 用火燒不死你 用水淹死你 到了晚上,老三來教老二等 老二老二,明天國王要弄水淹死你 我來跟你交換,我來嚇嚇他 到了隔天,那個兄弟就被丟進了水裡面 老三就丟進去 就把海水都喝過 擦他嘴,整體一個 嚇到火,有妖怪 他就不敢欺負這三個兄弟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 謝謝大家